是关于这个离婚和房子的啊 这位朋友呢是这样留言的 他说我今年72岁已经离婚了 那原来的房子呢是和我的前妻一起买的 各占一半 那么离婚的时候呢房子就没有处理好 那只能没有处理就产权上面没有处理好嘛 那现在还是两人共同拥有的 那我担心啊如果我们之间有一方突然去世 另外一方没有办法完全的处理好这个房子的产权 想问一下我们的律师有什么样的办法 能够在另外一方去世之后 可以全权处理房子 我们来请一下今天的专家 我们是老朋友了 咱们的许志明律师已经在我们的线上 来听听我们的许律师是怎么说的 哈喽许律师您好 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刚刚听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我们不要等到一位去世了以后才去处理 这事情那个时候就太晚了 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房产呢 现在是怎么样的title 意思就是说给房产的这个产权是怎么写的 要是上面写的是tenancy in common 这比较少有的 那就表示说就算一边其中一个人走了 你还是拥有那房子的一半 但是要是是join tenancy的话 大部分的房子在结婚以前或结婚当中的时候 写出来的title都是join tenancy 在join tenancy的时候呢 只要有一位走了 只要有一位走了房子全权的会给另外一个活着的那一位 所以要是您不想这样子的后果的话 现在就要去改成tenancy in common 要不然现在就要协议把它卖掉 所以说你刚刚说那个join的方式的话 那个title的话即使他们已经离婚了 对方去世了 另外已经离婚的前妻或者前夫就是可以拥有所有的产权 是的 因为你们离婚的时候没有跟法院申请说 这要怎么处理 那你原来的你的登记方式 那就是一直登记了下去 没有改过 那你要是没有改过的话 法律的效果是它会照着那个title的方式去走 OK 所以还是要先去查一下现在的title到底是什么 大概率都是join的方式 OK 对对对 通常都是join的方式 是不是查title的话直接登陆那个网站就可以查了 不是 title你可能要找一个title公司 你找个real estate agent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帮你查这些informations 他们会给你看一下说 这个东西现在是怎么样的hold法 你找个律师 律师也可以帮你查 或者是在还就是两个人都在世的时候 就找一个律师我们把这个卖掉也好 或者对方一方给他钱也好 反正就是把这个title给归正一下就没问题了 你现在就要处理 不要等到走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很可能就太晚了 要是说尤其你后面还有后代的话 要是你突然走了到最后前期会有所有的产权 那那个时候你的后代就拿不到这个房子 这个就是要了解的地方 所以马上要处理 好 所以这位朋友听到我们专业人士 我们的律师的解答就赶快要处理了